市长温嘉贤31号表扬了三位学生并且颁发了体育奖励金 他们分别是在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全中运和全国中等学校 田径锦标赛当中表现优异 市长肯定他们勤家练习在赛事当中为自己争取最高荣耀 也期盼在任何的未来竞赛里头能够持续保持优异成绩 有机会可以披上国家对战袍 为花莲和国家来争光 就读东华大学的黄国庭在109年度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 拿下游泳800公尺自由市及1500公尺自由市第一名 400公尺自由市第二名 而就读慈济大学的中卫永捷在游泳1500公尺自由市获得第三名 海星中学国中部二年级的学生从伟乡 正是在109年度全中运还有全国中等学校田径锦标赛 在田径国女主100公尺获得第三名 成绩相当亮眼 市长温佳玄31号上午特别颁发奖励金 鼓励这些优秀的选手 恭喜黄国庭然后中卫永捷 从伟乡号这三名选手真的非常优秀 那也在全国的几个大赛里面分别的斩斗头角 那在全中运还有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还有全国大专运动会里面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那未来也有机会入选到国首的一个资格 那我们希望由于体育的部分真的训练非常非常辛苦 从小到大才能够训练起来非常好的成绩 那也要看自己的天赋 那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花莲的孩子能够真的代表我们国家出去到外面去比赛 也诚心的希望说在训练的过程里面坚持着永不放弃的精神 所以我们花莲师公所一直不断的在鼓励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更有荣誉感 然后更有责任心 永远都不要放弃训练的一个过程 黄国庭从小学开始学游泳到现在十多年 目前就读东华大学四年级的他继续要往研究所来发展 也期盼有机会可以披上国家队的战袍 小就在民意国小开始大概五年级的时候开始训练游泳 那我一路练下来大概练了13年左右到现在 那我一路上其实非常辛苦 也有遇过挫折之类的 那能获得这种成绩就是得来不易 而短跑小将从伟乡的指导教练邱玉哲 也指出伟乡才国二就跑出了 符合亚洲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的成绩 是个相当具有潜力的短跑选手 好伟乡是从国小开始接触田径的 那他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呢 也打破了我们全国的60公尺和100公尺的大会记录 那目前国二的他已经跑出了12秒19的成绩 也达到我们明年的亚洲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的参赛资格 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目前还没办法确定赛事能不能入期举行 那伟乡这个成绩呢 如果稳定进步的话 我们希望它可以进步到11秒 那这个水准的话 我们也放眼到2026的日本名古屋的亚运 市长温嘉贤表示 市公所会持续支持各单项体育运动发展 来举办各项的体育赛事 进而要培养全民的运动风气 介络会欢迎视报道